结合科技和创意的雷射灯光秀 为台中创意生活节华丽开幕 创意生活节今年特别邀请到 11位重量级的华人设计师参展 看到台中近几年的转变 也让设计师很惊艳 非常开心看到文创在台中 我们有一个很精彩的一个开始 那我们这几天都会有非常棒的 就是静态展还有动态的表演 那也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共同参与 非常开心整个文创的产业 深耕在台中 我虽然现在到部分的时间在台北 但是 你的心在台中我们知道 感觉这个地方会常常回来 台湾之光服装设计师古佑文 这次也应邀参展 并带来夜光系列服饰作品 可在完全没有灯光的情况下发光 让市长胡志强很好奇 是跟台湾的厂商合作的 然后跟他们在配合做开发的素材这样 对那用这样有高科技 就是夜光效果的素材 然后放在服装之中 所以这些服装会在白天就吸收太阳光 然后在比较暗的地方 就会自然发出光来这样子 这是什么样的素材 这是一种就是怎么讲的 一种稀土的成分这样 让它把它放在纤维之中 对 然后让它可以再自然吸收光线这样子 他所做的就是这四个字 发光发热 它把这个纤维里面的植物会吸引 光和热的这个物理材料 然后白天就会吸收光 当然你穿上了棉或毛的编织品以后 也会感到热 所以真的是发光发热 我从来也没有想到 原来古兽人讲发光发热 就是古佑文这个意思 创意发想不忘结合台湾在地素材 让胡志强大叹佩服 祝古佑文带来精彩作品外 还有其他华人设计师 以及十一住行娱乐 全方位的创意生活作品 传出日期直到十月十四号 等待民众来细细品味 记者 文一婷 台中所到